帕特里克维埃拉 把球传了出去 雷西 雷西 门前失射 大进了 零巧的射门太漂亮了 动作和隐蔽控制得刚刚好 轻轻的一脚掉射 巴塞罗娜率先打破将军 这让你能够有资本控制比赛的节奏 此时慢下来是明智的选择 简传 能进球吗 这球进了 我认为 不 我确信这是他的第二十例进球 球门近在支持 不进比登天还难 进区里你可不能这样 给对方那么多拿球的时间 人家都不好意思不进了 这下防守太糟糕了 A线米兰打入扳平一球 双方占平 这绝对是回击对手的最佳方式 刚刚取得领先的球队容易松懈 这说法确实有道理 不过能够打入这样的进球 还是要归功于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 太厉害了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成功化解了一次威胁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团球要有速度才能反击 雷西 精彩的对决 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 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 拉斐尔来昂 球在雷西脚下 一球来到他脚下 射门 球进了 我们再次球的领先 在夺下球权之后 发起了迅速的反击 整体进攻非常流畅 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 这是我们期待依旧的进球 吴里和内斯 试图快速发动进攻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大脚向前传 这是中场休息的哨啊 上半场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 都是精彩的45分钟 两支球队联手打入三球 双方都不乏表现和亮点 我想这样的比分 很好地体现了双方目前的表现 双方暂时掩漆息鼓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家快醒醒啊 别打葫芦了 AC米兰必须尽快扳回一球 让局势恢复平衡 既要大胆进攻 也要兼顾防守 这时候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 站出来发挥作用 罗普特巴乔 他很高兴能夺回球权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选择把球回到中间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 一记长传 拉斐尔来昂 王牌对王牌 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 防守球员的警惕性十足 起脚上门 漂亮高难度的扑救 很好地展现出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 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 能将大脚长传 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 巴赛罗纳凭着冒险的一场逃过一箭 尽管险情得到了缓解 但暴露出了防守的问题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他能完成上门吗 双方你来我往 一方全力进攻 一方毫不退让 这时候没办法 金区里已经站满的人 很难打穿 这一脚传球有点脱泥带水 进行了几次快速的断传配合 往前传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起脚弹门 维希 球弹了出来 球击中了立柱 漂亮的解围 清除一身冷汗 维希 维希 将球扑住 惊人的反应速度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浪费机会了 好吧 这可能不会影响到比赛的结局 但放走这样的机会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旧 蓝族 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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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米兰可以进行第一段坏人调整了 好球 门将保持着逐色的状态 对汉克鲁伊夫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 是门将太少用 比尔洛克鲁伊夫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朱塞佩 贝尔 戈米 抢弹的位置很合理 球在莱昂脚下 拉斐尔 莱昂 及时出现让防线稳住阵脚 进攻很有质量 进入加进 他们现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 更加积极主动的打法 是的 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帕特里克维拉 及时断球 漂亮的直猜球 本以为能够有所作为 看来只能从头再来了 亚里山斗了内斯塔 位置非常好 断球成功 巴塞罗娜 这下很可惜 没能杀死比赛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 克鲁伊夫 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 球在莱昂脚下 彩坏并没有举起 把球弄丢了 双方开始争夺球权 销魂的跑位 拦截更是销魂 球迷们看的那是魂飞魄散 太小毁了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 到此为止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安德烈皮尔洛 穆斯拉 贾麦勒 穆斯拉 绝不想输给对手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球在莱昂脚下 危机之中将球结尾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得把球送入禁区 开大脚也不算什么糟糕的选择 无论如何都要制造 他抬脚失射 打进了 这是奠定胜局的一球 结果不可能改变了 这球就是现足球队的水平 也能踢进啊 禁区里有这么多时间 禁球当然就不是问题了 后卫队这次危机全然不绝 这是集体的迷失啊 两球领先 时间已经措剩无几 恐怕没有什么悬念了 我想这是非常沉重的一次打击 面对这样的局面 他们很有可能 没法再振作起来了 这个断球干净利落 菲尔南多托雷斯 时间到了 球员们肯定是全力以赴了 可是没什么收获 精彩的团队协作 也很有拼搏精神 可结果却不是他们想要的 蔡知道你觉得比赛中 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的战术安排有些混乱 而且球迷很早就看出来了这一点 整场比赛虚声不断 我想对于球员们来说 也是痛苦的90分钟 希望他们最好尽快地 忘掉这场失令 好的 在今晚直播的最后 解说苗坤和评论员蔡慧强 共同祝大家晚安 再见 谢谢 谢谢 所以完成吃 ミュent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ideas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观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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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红黑的海洋 圣西罗球场人生鼎沸 好戏即将上演 OK 我们一起进入比赛时间 姆巴佩 能进球吗 一次很漂亮的防守 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 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 直接较量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转移到无人地带 这完全是本能的反应 销魂的跑位 拦截更是销魂 球迷们看的那是魂飞魄散 太销毁了 球在贝林恶姆脚下 迪杰卡尔德完全不落下风 迪杰卡尔德寸土不让 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 他一路披荆斩棘 他差一点就成功单调了 整个后防线 安德烈舌不行科 虽然没能把握住机会 但还是赢得了球迷的一片贺彩 表现确实不错 AC米兰拿到了脚球 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脚球 贝林恶姆他出现在那里 把球破坏掉 漂亮的强端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瓦兰内没有多加考虑 先把球给踢了出来 意大利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 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 压炮对手获得了球权 罗伯托八巧可以攻门了 这是个明显的犯规 扔一球 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他夺回了球权 罗梅尼格 球在五八配脚下 罗梅尼格 调整打门 没问题 太给力了 神仙也救不了 这才叫射门 直飞死角 他本能地知道球该往哪里踢 毫不犹豫 比起漂亮的射门 AC米兰 在比赛开始不久后 就落后于对手 他们将如何应对呢 是的 比赛开始之后 就应该这样打 控制节奏 把握机会 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罗梅尼格 罗伯托八巧 罗伯托八巧 罗优八巧很密集 固若金汤 看看能不能好好力 Turkoglu 胆尼格 击不住 Vamos 锅铁他率 快速翻起了绊枝 绊枝要来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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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 他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 在这样的转换机会中提速 球在鲁明尼和脚下 好机会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有机会打包 他渴望取得进球 但这次没能如愿 他们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杀死比赛 但却一次又一次 将机会浪费掉 也许不会影响结果 但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啊 好 这下化解了险情 险情得到化解 发动反击 踢脚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想法不错 可惜没能实现 快攻的好机会 埃德加戴维斯 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常势一脚直塞 球在鲁梅尼格脚下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罗普特巴乔 几名球员围了上去 将球传到边落 投球传到中路 恐怖解围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意大利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角球 我猜应该是 是的 他不想给对方任何机会 佩迪特 这是个倔强的机会 一名前锋能这样的快速回防 总是会得到球迷们的赞赏 后卫们是非常嫉妒 能看到一名前锋有这样的防守表现 实在令人钦佩 对于任何一支优秀的球队 前锋就是第一道防线 然而他做到了 他把他放倒了 是个任意球 这个距离我觉得有点远 选择把球传进去一点更现实 聪明的不救 四两波前进 这脚上门对门将而言 真是一大考验 非常刁钻 但是门将的表现非常神勇 楼可把球 他卡 他卡 直接上半 打进了 上半场上停古时新疆结束 关键的一球 这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类进球可以说 是靠他一起之力完成的 他表现得非常沉着 经常可以看到一名球员 一路过关斩将进入禁区 非常精彩 可惜最后射门翩翩打飞 但他没有犯这样的错 AC米兰打入半平一球 双方占平 众所周知 像这样的对决很难预测 双方都实力超群 这将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 假如您是刚刚打开电视 看到目前的比分 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 沉闷的平局比赛 不过事实正好相反 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 非常精彩 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仗 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射方的下半场比赛 好 我们进入下半场的45分钟 红米妮格 精准的传球 前面有空 空门 门角表现非常给力 安德烈皮尔路 把起反击 球来到了左侧 再打回去 舍负琴靠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他向前狂奔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罗伯特发强 这球很漂亮 长船发动进攻 分到右侧 这个传球我火呆啊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静呆了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德烈皮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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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路通过 毫无疑问犯规了啊 门将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反应 亚利桑德罗 德烈皮尔罗 这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门将太神勇了 球在卡卡脚下 艾曼妮尔佩迪特在这次纯粹的身体对抗中 占了上风 埃德加戴维斯 鲁梅尼格 北林恶姆 大门 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 球在五八配 五八配 这一次不太走运 好吧 这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的结局 但放走这样的机会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3 3 4 5 5 5 7 6 7 8 2 Num 4 6 8 8 再看能不能传个好几道球吗 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 打一脚 球机动了力中 他成功的将军破坏 德尔皮耶罗 这下全锋了 一记低评球 将球传向后防 耐心寻找机会 他能完成射门吗 大伟贝卡姆 身体优势 这一点让对手很吃贵 德尔皮耶罗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这两个怎么样 漂亮 他的预判非常准确 往前传 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 塔卡 塔卡陷入苦战 没法摆脱防守 看来对方认定他是头号目标了 只要控制他 他就等于遏制了主要的威胁 所以需要想想新的办法 卢梅尼格 他一路狂带 他无人定防 有大把空间 进了没 进了 是个乌龙球 诡异的 诡异的乌龙本来是想帮助球队 这真是太不走运了 恐怕这种事每个人都会遇上 只是一瞬间的混乱 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乌龙的事实 在这样的对决中 双方抬枪失射 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 难道的机会 古利特 这个球踢得是又高又远 防守漂亮太及时了 控球总体来说还不错 不过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失误 再上回中路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菲尔南斗 图雷斯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是犯规 是的 裁判判凡了犯规 帕特里克维拉 雷克汉姆 阿里奥身体夺回了球权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得把球送入禁区 开大脚也不算什么糟糕的选择 无论如何都要制造机会 什么 绝角的进球 他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进球 要两块 很准 有时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 这个球就是例子 郭伟打得很正 门将无计可施 意大利在最关键的时刻 取得两球领先 对手恐怕是回天罚术了 我想这是非常沉重的一次打击 面对这样的局面 他们很有可能没法再振作起来了 破坏了一次没有希望的紧攻组织 球在托雷斯脚下 拉斐尔莱昂 他不是冲球去的 完全是冲人啊 犯规 裁判结束了比赛 AC米兰落败了 也许他们会觉得心有不甘 不过比分就是一切 那么杨墨水喝得比我多的蔡之岛 关于比赛的过程 你有何见解 虽然没有今天逆转 但也并非乏善可乘 总的来说 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比赛 有不少值得一看再看的精彩瞬间 在我看来 最后的结果很公平 球迷们已经开始离场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 在我身边深入浅出分析比赛的蔡之岛 祝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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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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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有两球保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c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石愿者 李宗盛 安德里宗盛 字幕志愿者 成功断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c 李宗盛 正面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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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好的传球 阿森 中小 他们目前已经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全起见 这个传球 正面 李宗盛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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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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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